中央政府總預算的部分 那雖然我前兩天就有媒體朋友跟我講 習正恩釋出要來跟在野黨溝通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 反而是很多的民進黨的側翼 特別在地方釋放一堆的假訊息 然後來告訴 就是用制圖的方式 甚至開記者會的方式 然後誣指說 這個在野黨把所有的 什麼育兒津貼 把這個房屋補貼 把老人長照的預算通通刪光光 這完全是造謠 所以可以看到民進黨 它完全是說一套做一套 因為在行政院跟立法院院計之間 他們不做溝通 但是呢 他們去指使 他們的民進黨的側翼 在外面去造謠 然後在這邊醜化所有在野黨而言 本來行政院就應該來做溝通 其實在預算會期裡面 過去都是如果有委員對於預算有一些質疑的時候 那麼事實上部會就會來做溝通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現在行政院長是尊貴到什麼樣的地步嗎 然後他都可以完全不做溝通嗎 那另外就是有關於像居公教加薪的部分 這個部分過去我們這個在野黨也都完全完全的支持 那我們特別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根據預算法相關規定 就是原來的屬於你法定預算的部分 還有現在已經在執行的這些預算 事實上都並不受就是立法院有沒有把這個預算審查通過的影響 還是一樣可以指引 所以我在這邊要強調的是 那麼我們其實退回中央政府總預算 最主要是你的法定預算應該要編列 然後你有很多像大幅增加的這個媒體行銷預算 大內宣預算 1450預算 你是不是應該來做檢討 或者你應該來溝通 是到底該不該花這些錢 為什麼他暴增了這麼多倍 但是你現在可以看到 現在民進黨政府 尤其這個現在的卓內閣 只是在媒體放話而已 完全並沒有來跟在野黨做任何的溝通 目前就是這位其要法官的預算是要在哪裡 相當多嘛 大家看到這個 首先大家看到的就是 宣傳預算莫名其妙增加了65% 然後而且所有的標案都過於集中 是一種不但是過於集中 而且是不公平的 而且是沒有經過合理程序的這種標案 這個就是黨檢媒 這個議題的這個情形 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這個我想賴政府想要試圖 經由特定的媒體來洗滌人心 這個東西為了我們整個國家的這個發展 我們絕不會讓這個情形發生 而且這樣預算的浪費是浪費人民的血汗錢 在這裡有預預責 一年多的4000多利 裡面也28億會不給原住民 但是欺負原住民 我們原住會很成大 增加4000多利 28億都編顧出來 正常加3000多元 我們原住會很成大 報告事項第三組團 現有高金數莓為人 已退回成絕肺 重新進出 昨夜會同意 小隊 我們有力進行表決表決案 07分鐘並發表決塔 雪子 要 Hal 他真的想法 就終於降頭 改造趨勢 大 郭文 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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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大 總統 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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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